这就是我们小区 现在这些垃圾都已经用不出去了 每天都有人还是在拉这个垃圾桶 这是我们小区民口 拿着一个快递 应该是快递或者是买的生活用品 这种每人居民出来拿着一个快递 有快递也有菜 每个小区都有一个警察 一看一看一看 我几个人拍的 是不是 这都害你们自己 你喝到辣就弄来 你抱着弄来 都比较贴的 再给我加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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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我们快递 或者是团购 在网上团购的 这些快递 这边的话是这个网上摆的这些订的一些网购的菜 这是居民摆的一些菜 这是通过这个小口就是进行船出去 从这个栏杆里面寄送过去 师傅这个是卖的还是 这是常购的 您定好了是吧 对对对 要不是给个名片 给个名片 给个名片我吧 一般的什么时候可以到 一般就是头一天下 第二天到 第二天走 上面有期货日期的 上面会有期货日期的 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 有没有那个面 有 昨天有 今天没有 不是天天 明天有没有 不知道 大家看看上面 你看我们这边花开的也多漂亮 这个是大马路 这边我带这个 永望旁边 大马路 现在 这个天气 今天天气蛮好 今天出了太阳 前几天下了雨 这个天气温度的话16度 现在 这个天气应该蛮适合出去旅游的 看一看 这边花蛮漂亮的 这个永望 永望 这就是永望超市 大型超市 我们去里面看一下吧 本来这个复工通知是11号上班的 结果 他好像群里面说了 群里面说的是11号是 是个别领导之类的去上班 我想的话 他们如果说先去的话 应该是做一些消毒处理吧 应该 我不清楚 他们到底去了没有 今天就是11号 今天是3月11号 他给我们通知是员工是13号上班 我不知道又怎么变了 反正一天一个样 每天都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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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领导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复工 一直我们在等通知 反正是现在的话是13号上班 他是一回滚 我现在已经在这个路口 这个停车路口进来了 这个车是进不来的 车是他用那个把他拦住了 车是进不来的 这里面人好像也没什么人呢 看不见什么人 今天天气蛮好的 这个里面是没有人的 没有人 那前面是一个医院 上面是可以停这个直升飞机的 不过那个停救援的话 直升飞机的话是非常难贵的 我们一般普通老百姓是 是用不起的 这就是勇啊 我现在已经很热了感觉 嗯 现在 现在是16度多 现在是正中午 我们武汉人是从 冬天 聊到 差不多夏天了吧 现在已经是开军的季节嘛 春天嘛 我们武汉的天气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我们这边 感觉没有春天 春天也很热 春天也很热 和那个夏天 差不多 温度差不多 所以说我们 挺艰难的武汉人 从冬天 聊到夏天 从这边已经看出来 已经 没什么人了 这个麦当劳也关了门 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吧 前面好像有人了 前面是一个超市 勇望超市 人不是很多 前面有个人了 那个白色的 前面有人 前面还有车 前面还有车 有人 这些啊 能够出来的都是一些 有证可以 有一个证就是代购证 可以去里面购买东西 我不知道我的证可不可以进去啊 我先试一下吧 我先试一下吧 你多备一张吧 好 给你十三次 这些 muss 还是去的不够这么多 可以啊 啊 这个东西 这个护架 这是这个护架 这个护架 这是中科啊 是中科啊 我们来山镇 上面上面血清点 还要把三分针带在身上 还有那个团构这样 看来是进不去了 开那个针的话一般的人的话 一般人的话是赚不了的 一般人普通居民是赚不了的 里面还有人在吃饭了 里面还有人在吃饭 好像都是员工 都是员工 进不去了进不去了 今天买不到东西了 都是员工 看来是进不去了 进不去了 这个城市门口有公交 都请到停车场里面来了 哇 我发现了一片油菜花 这不算很多 因为这是在城里面 如果是在乡下的话 在农村的话 非常多非常多 非常壮观 今天这是武汉的季节 每到这个开军的时候 这个油菜花它就会出来了 前面有很多这个蜜蜂 还有这个 蝴蝶 这个小蝴蝶 今天天气很好 今天天气 大晴天 前两天刚下雨 你看这个土的 都还有点湿 这个 这里面好像有点水啊 还有点 一个人都没有 感觉的很安静 我感觉周围真的 没有一点噪音 因为 因为周围的什么工地啊 都停工了 公交也停了 地铁也停了 人也出不来 都关在家里 今天天气 这个季节真的是很 挺适合这个春游的 温度还蛮舒服的 因为在家里 真的快已经都 避风了 已经都 我们在家里都从冬天搞到 开春了都 都快到夏天了都 真的是 人都快压抑 很压抑 整天关在家里 确实真的是很 很难受 其他的地区 他已经都差不多已经解封了 他还可以出来 你比如说像我们武汉人的话 还是在家里 真的是已经都是快避风了 出来散散步 走一下心情也好多了 每天都在家里 睡觉吃饭 睡觉吃饭玩 没有其他的干了 只能干这 你也不能出去 现在买个东西也难 再说了 东西也不是说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基本上有什么你才能买什么 这就是武汉的真实的情况 太压抑了 我们武汉的这个 武汉这个武汉大学这个樱花已经开了 开了 但是不能去呀 我看一下明天 看明天能不能去看一下樱花 我们武汉的主要是什么樱花 油菜花 还有 还有 还有什么杜鹃花都开了 基本上每到我们武汉人的话 每年到这个季节的话 旅游的人特别多 旅游的人特别多 大多是 一些大妈年纪大的人比较多 或者带一家小口 这里看见没有 这是工地上面的这个 扎土车 就是工程车嘛 现在已经都停了 所以说武汉市的话 很安静的 如果说平常的话 工地开工了的话 什么挖机啊 什么汽车跑啊 什么汽车跑啊 很多很多 前面还有个大爷 大爷在 应该是这里管理人员吧 应该是管理这个车子的 嗯 那么今天的视频先就到这里 如果说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帮忙点一下 订阅 分享 留言 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看一下下期 能不能去一下五大櫻花去看一下 给你们拍一下武汉櫻花是什么样子的 谢谢大家